大家好,我是陈秋实 现在是1月30号中午11点多 今天这个视频可能会录得有点长,有点啰嗦 请大家体谅 我之前的视频大多是数版 大多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 因为我的目标受众主要是中国大陆人 我并不是很在乎海外人怎么看 因为数版符合中国大陆的观赏习惯 5分钟是微信传播的极限 所以我更多的是希望有人帮我把视频下载下来 到微信里去传播 以前讲什么法治啊,平等啊,三权分立啊 这次来武汉经历了这么多事 现在是我到武汉的第六天 我的名字已经彻底成为敏感词 只要带陈秋实三个字,带CQS 带我这张脸,在微信上都传播不了 已经很多人跟我说 我在武汉的视频只要通过微信传播 连号都会封掉 因为最近在中国微信上的谣言确实很多 所以这条视频你看看就好了 我不建议你往微信上传 因为你传到微信上你的号就会被炸 我也已经炸了一个微信号 和很多人都失去联系了 今天是30号,我来说一说前两天我的经历 刚来武汉那两天走访了武汉中心医院 大年三十二那天 后来去了武汉第十一医院 去了两次 去了武汉的超市 去给跟志愿者一起去捐赠一些物资 给协会医院 去了火神山工地现场 这是在之前 昨天29号 我先是去了武汉第五人民医院 就是传说中有多少名医生倒下的地方 但是我没有能力说 你不可能我直接问医生 你们有没有同事倒下 医生也很忙 我也不可能采访到医院的领导 医院的领导和医生都不会接受采访的 因为我听到的信息是 武汉所有的医疗人员全部接到通知 不允许接受采访 甚至有的医院是 医生手机要上缴 不允许传播信息 现在我们就知道 最开始抓那八个人 好像全都是医生 在他们的医疗工作群当中 讨论这个疫情的问题 前几天我不是录了一个视频 我说武汉当地的民间组织 有点这个一盘散沙 然后很快就过来打我的脸了 一些民间组织已经联系到我了 他们确实有的是开车帮助运送 这个医务人员上下班 有的是负责帮忙搬运卸货 因为全国有那么多物资过来 然后他们负责从车上拿下来 再送到医院做这个 这些志愿者团队 然后我和他们加了微信 也要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但是我能看到 他们的工作也是很累 而且这些志愿者也是 满腹牢骚非常不容易 中国民众不信任红十字会 大量的小包裹往这边的医院运 然后我们去医院的物资科也看到 好多包裹堆在那 但其实小包裹的效率是极低的 你想想医院得专门安排人去拆这个包裹 来的口罩防护服务什么型号 什么品类什么质量的都有 然后他们还得重新分类 重新检查核对哪个要放在哪怎么用 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从单位对单位 一大车祸过来这边直接到医院 当然最好 这些志愿者们要帮忙用这些事情 来自全国那么多散件过来 本来就压力够大 我那天看其中一个志愿者团队的人 那朋友圈 说警察也在超腾药物资 他们说那政府接收那些捐赠到哪去了 怎么政府机构还冲我们民间机构着药物资 总之现场依旧是很乱 我说了我去看了 火神山医院的人 施工现场的人特别的辛苦 工人两班倒三班倒 24小时轮番作业 那个中层基层管理者 工人还能倒班 基层管理者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见着我们说俩眼通工 嗓子啥啥 说我没工夫管你啊 你口罩放下你就该干啥干啥 工地你想看看吧 我已经三天没回去了 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 然后我带我去的大哥 就是在当地搞建筑的 他跟那个建筑圈很熟 然后那个工地上的小工头说 我们都是武汉人 我们累死在这我们算烈士了 这辈子能为武汉做这件事我们都认了 中国人民真的是 我最烦的一句话就要认劳认怨 麻痹凭什么认劳又认怨呢 然后回答一个比较傻逼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不把医院 把什么酒店客房直接改造成那个医院 因为传染病医院必须得进行明确的隔离 分红区黄区绿区 传染病人所在的地方 他连空气都不能出去 所以普通的酒店根本无法住真正已经感染的人 住疑似病人用来隔离是可以的 这日本刚回去那两百多人也已经被隔离在酒店里了 但是他们要建的现在这个医院是负压型 就是室内的气压比室外的气压要低 空气只能进不能出 然后特殊的排水系统 保证所有被污染过的空气和这个水之类的都不会流到外面去 所以这是要建这么个东西 所以就这么几天时间 抢工抢人 我现在还不知道火热站医院会不会发生工程事故 因为这么多不同的施工单位在一起工作 要求这么严格 速度这么快 你难免会发生磕磕碰碰吧 然后回来说到昨天 昨天29号我去的武汉的第五医院 第五医院人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又接触了一些病人 我跟病人进一步聊 我之前去地中心医院人少 因为是大年三十 后来去别的医院人少 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被封锁在家里了 有的是连小区都不让你出 所以你没有交通工具 你怎么去医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到医院 你明知道你就算到了医院 你也住不了院 你也做不了检测 那你还去医院干嘛 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我吐槽说那些群里边 当地的群里边 傻逼一样在那瞎说 就有朋友说 就是是不是进了个神经病的群 于是他们把我拉进了一个武汉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的群 你知道出租车司机一定是一个城市信息最灵通的群人 对吧 虽然他们有时候瞎胡说 然后这些出租车司机跟我反映 他们很多人是在12月中下旬 就已经收到消息 就是因为他们亲戚朋友什么 在武汉当地的 他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病毒 有这么一个传染病 当时怀疑是SARS 为什么不能说是SARS 他这么跟SARS很像好吧 再说一个普通老百姓 凭啥就分清SARS和冠状病毒 就像现在武汉警方 连他们一句道歉都没有 就说你们情节轻微 你们把那东西说成SARS 我不懂那个科学名词应该怎么写 就有人举个例子 说有人说这山上有东北湖 大家别上山 然后有个领导说 没有这山上没有老虎 结果他们咬死一堆 最后检查出来 哦这山上不是东北湖 这山上是华南湖 你们说错了 你们情节轻微 你们把华南湖说成东北湖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 出租车司机有的是12的中下旬 就得到消息 然后就开始出租车司机之间 开始联络 他们少去华南市场 有的还平时去华南市场买菜的 别再去了 我不知道华南市场是不是原发点 但是华南市场绝对是一个爆发点 懂了吗 病毒是从哪来的我不知道 但是华南市场绝对是个爆发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我去华南市场 当地人都吓得够呛够呛 再说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现在全市一共有两万多辆出租车 大概还有几万辆网约车 网约车属于私家车 出租车属于公家 出租车公司的对吧 抽掉了六千辆叫保供 保障供应 但保供出租车怎么安排的呢 每个街道派四辆 你知道一个街道办事处 至少覆盖若干个小区 比如说北京天通院 那个小区 整个这几个一区二区三区加起来 有60到100万人 武汉是1100到1400万吧 就算按之前说的 有500万出租 还有900万在城里 那么一个街道的人口 至少在几万到十几万人 给四辆车 那时候说是用来服务于 紧急需要用送物资的 或者说危重病人 或者说需要什么 而且那个车是不运人 只用货的 给四辆车 就是你想要用这车 你得给社区打电话 让社区志愿者帮你安排 那个车 根本就约不到那个车 所以我昨天有当地人 借给我一辆电动摩托车 我骑电动车出去的时候 很多人是徒步 或者骑膜拜单车去医院 武汉很大 感觉武汉的面积比北京都大 它又被那个江阁开分 汉口什么武昌 好几个区特别大 所以他们才不去医院 医院的人才少 很多人根本没办法去医院 就像那个口罩哥 反映的现实 病人完全靠打120接送 那120跑得过来吗 那出车车跑得过来吗 而且出车司机还吐槽 让我们保障供应 然后口罩什么的 往下自己买 防护服务往下自己买 赞往下说 运力不够 大量人被隔离 甚至有人怀疑 我说 我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的 亲口听到的 亲眼听到的 我就会说有人怀疑 我不能跟网上这些人一样 我是露脸在做视频 我必须见到本人 听本人跟我说 我才会在这跟你讲 我不会弄一个 网上的一个截图视频 就在这传的 甚至有人认为 是因为李克强要来了 所以这些医院 把一些病人都清理了 所以你会看到 最近医院里的人在减少 昨天我去了第五医院 第五医院 还算有秩序 然后有很多人是过来 找了一个检测盒 检疫盒 要通过这个检测盒 检测我鉴定 我到底是不是确诊 因为在这排队的 我就混在人群当中 我假装是一个 是一个患者 跟他们一起排队 跟他聊 你咳嗽几天了 发烧几天了 你是来确诊的 还是来复诊的 你看你拿着片子的 你是干啥呀 就你自己难受 还是家里好几个难受 我就跟旁边那些病人聊天 那有的病人就是 我咳嗽几天了 我发烧几天了 一直不退 吃退烧不退 我疑似 疑似 疑似 这两个字太折磨人了 你把我的白带拍的 跟这样的 你怎么不开的 你怎么拿着 你先死我 咋到我里面 我咋 你背后这个地面要不中 我看楼子 怎么这样不中啊 你再把楼花 刮一遍杀子 你再把那张 刮一遍杀子 然后在那个分诊 我对不起 我这次说的比较乱啊 你慢慢捋这个关系 我在分诊台那 看那个分诊的小小护士 给他们 然后来这登记 你已经排到第126号了 今天有这个检测盒 你去出门门口 检测盒二楼排队 然后等 有检测盒了 对 有检测盒了 就可以确诊了 确诊了 你就可以把心就放下了 到底是不是 然后有当地的朋友 帮我联系了一个 疑似病人 他说我要跟着这个病人 亲自去体验一下 他们去看病的过程 我就见到了一个病人 昨天下午 我去了五医院 从五医院出来 我跟着这个病人 去了同济医院 这个病人 我包括跟周边的很多 这个到了同济医院以后的病人聊 很多人都是跑了三四家 三五家医院以后 一次 你拿着你的片子 他说到刚开始是 肺 左肺 有阴影 有这个什么玻璃状 后边是两肺都有这样的阴影 都病症出现 呼吸也不顺畅 也难受 但是到了同济 拿着片子 我真的 我第一次感觉到害怕 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门口放着十几个氧气罐 写着充满氧气的小心 里边 长椅上躺的是人 走廊里夹的是床 厕所门口夹的都是床 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在吸氧 还有一些人是吸那种戴面罩的高压氧往里打 他如果不是肺炎的话干嘛用高压氧 当地的那个我去陪那个病人去看病去嘛 他弟弟跟他一起去的 他说我要不是陪我哥来看病我绝对不敢上这来 就是你怎么敢上这地方来 然后进去之前浑身消毒 出来以后浑身消毒 然后看见那些 然后看了医生之类的 我陪我去的 我去这个病人里胡罗八都的 他在别的医院拍的片子 拿去给这个医生看 他又没带那片子 医生说你片子呢 你之前拍 你不能看五天前你拍的片子 你现在的片子呢 然后他说我现在片子我没带 没那个出来呢 这我手机里拍了一张那个片照片 医生说这么大点我怎么看呢 你得把片子给我 他说那我能不能先做检测 我要一个检测盒 我先确诊一下 医生说能不能用检测盒 不是你说了算 得我们做评估 我们评估完以后 我们得优先保障危重病人 检测盒是不够用的 你听到没有 检测盒是不够用的 我好像看新闻 天津行援助了这一万个检测盒 但武汉市就一千万人口 那么你分到每个医院 每天也就一百个或者几百个检测盒 那他就是不够用啊 有当地人说医院 他会留一部分检测盒 留给自己的医生用 我觉得这没问题 你医生倒下来谁救人 中国以前老说 我们不要关心蛋糕分的均不均匀 我们先把蛋糕做大 再讨论怎么分蛋糕的问题 现在就是蛋糕不够大 不够分呢 如果你是医生 有一万几万病人找你要做检测 要做监定 你手上只有一百个几百个检测盒 你怎么分 你怎么用 所以就这东西不够用 所以很多病人就在家里面 就是跑了五六家医院 每一边有检测盒 就排吧 你排到这个检测盒 你才能确诊 你确诊了才能进医院 甚至抹去的每家医院 都说床位不够 都说没有床位 所以才要拼了命的修这个火神山 然后 昨天就是这个病人 依旧没能用到检测盒 那个医生护士态度确实是很好 能感觉穿着防护服 闷成那样 泪成那样 然后也依然 护士引导你去排队 医生也是一个一个看 保安维持秩序 已经是比之前有秩序多了 但是 但是能 院子里那些病人都很无奈 有的病人就躺在厂里上打针 有的条件好点的 就有个车 车在停在行车场里 整个树上 把吊瓶挂树上 自己在车上这么打针 没有车的就直接 大冷天就在外头 就在坐台阶上 整个棍儿在那打针 我 我只说我亲眼看见的 我亲耳听病人给我说的 网上那些传言 因为传言真的太多了 我不能在这说 你想看传言 你上网上看去 我只说我看见的 这是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也是 也四十来岁 大老爷们 那哭 就差他妈妈没在我面前哭出来了 说 我现在我咳嗽 我发烧 一个星期了 我现在 我弟弟有点发烧 我丈娘也发烧 就是春节前一天 封城前一两天 我跟我家人一起吃的饭 我去我丈娘家一起吃的饭 我还跟我几个同学 一起打的麻将 我那两天接触的人 都有十代个 如果我确诊了 那十几个人怎么办 我们一家都全完了 这就是那个病人亲口 跟我说的 然后 别的新闻是 比如说 我一直在跟日本 外务省联系 我之前去日本 不是通过大使馆 我跟大使馆的官员 还算比较熟 现在我发的微信 他已经不怎么回了 我说 我要去拍摄 你们撤侨这件事 我要接触 你们日本领事馆的人 我要知道这事 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你们撤侨这件事 本身有可能引起中国人的恐慌 你知道吧 这件事很重要 但是他说 这个我没办法帮你联系 没办法帮你联系 然后现在说 200多日本人撤出去 到底有多少人确诊 如果200 你关注 这个新闻 我还没有看清楚 你关注这件事 200日本人撤出去 他们确诊的人数是多少 这个比例很重要 这个比例很重要 听清楚了吗 再往下说 抱歉 抱歉 我现在思路有点乱 因为我现在开始 我开始害怕了 我真的知道害怕了 因为武汉当地人 根本就不去 就是没有 不是很担心 自己生病的人 根本就不去医院 街上也没有人 因为当地人很害怕 我 我现在特别羡慕央视的人 你知道吗 因为央视还去 那个金银潭医院里拍摄 他们去疫区拍摄 但是他们的拍摄 都比我安全 就是他们是全套防护 防护服务做好了 全号保障做好了 金银潭医院里面分红区黄区和绿区 红区是感染区 黄区可能比较危险区 绿区是其他对安全区 他们是穿着团套防护服务在绿区 拿手机视频跟里边病人做一个视频采访 那有多危险 我是在门诊 我是没有进到病人所在的地方 我也不可能进得去 我也不可能访问到当地的专家和领导 但是门诊里边到底有多少人是是得病的 是感染的 谁知道 门诊里所有的医生都是全套防护服 我就只有一个一个眼镜 两个口罩 穿个大衣 每天大衣回来消毒 大衣我的挂门口 不敢挂进去 我们浑身的消毒水的味 没人敢去现场 我来之前 我本来想联系财新网 因为那时候在封城之前 好像财新网是唯一在当地的媒体 没有别的媒体在 新闻采访是一个专业技术国 不是说你自己拿个手机拍拍 这叫新闻采访 我努力做到 我听来的传闻 我不在这瞎说 我只说我看见的 听到财新网 我也通过朋友去联系 根本联系不到 我联系到一个财新网 人家也不怎么搭理我 估计没人敢理我 央视的人也不敢 肯定不敢联系我 昨天碰见一个广东台的主持人 我算是稍微还好一点 然后我想请教一些专业采访支持 后来我在推特上 喊那个王志安王菊 在国内做什么周立波 做什么各种N波 什么全机馆那个调查类的记者 然后给王菊 因为我本来 我用老梁的微信 他在国内的时候 我就通过老梁说 我想加入王志安的团队 因为他是国内已经为数不多的调查记者 据统计全中国仅存调查记者不到200多人了 那这次就是没有记者 然后我在推特上喊他 有人帮我联系他 然后我希望他指导我一下 如何进行有效的采访 怎么样去切中主题 他也指导了我一些 我终于跟那个王志安在推特上建立联系了 然后好不容易听说香港某家电视台 在这还是有个记者的 住宅在这的是没撤出去的 然后我好不容易要到微信了 也是香港人他能微信能用能会说中文 然后我说我建联系 我以为遇到同道中人了 我说咱们可以交换一些信息 咱们可以一起去采访 他说陈律师 我六七天没出门了 我一直在酒店里 我们公司电视台要求不许出门 我们要优先保护我们员工的安全 所以陈律师 你走的比我们所有人都靠前 你要有信息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孤军奋战 你知道吗 就是我也联系到了 纽约时报在这的记者 然后我跟他推特上联系了 我还没问清楚他的位置 但是我翻了一下他的推特的文章 叫白什么白什么 一个纽约时报住在武汉的记者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 但反正他会写中文 我看他的推特也没有进入到门诊区 进入到现场的照片 没人去现场 所以我现在开始害怕了 尤其是比如说日本的新闻说 那个有武汉旅行团去日本 开车的司机 只是帮着这个客人运运行李都能感染 我连续三四天都在一线 都在门诊里边待着 人的这个心理压力 真的会有可能让你出问题 就比如说那些去看病的人 就很多就是 哎呀我说有个人就明确跟我说 我知道我可能就是个感冒 但就是不踏实嘛 你不给我确认 我咋知道吗 他就要来确认 但是就那么一百多个试剂盒 人家平常给你这种 就是只是咳嗽点的 但那些病人也很不满意 你只服务于危重病人 那我我轻的 你把我拖成重的 那我再用 那我还能治好吗 那有什么意义 但是但是就这一百来个几百个试剂盒 你说给谁用 我在昨天在同济医院里面 又看见一具尸体了 一个这次是没有蒙脸 是坐着的尸体 怎么了他 人已经走了 不在了是吗 不在了 在自明西太平经济客 没没找到车呢是吧 就在这把他放在太平经济 嗯 然后送到这点来就是车子耽误时间 人已经不在了 走一下发的病 嗯 走一下 我不知道他说的车是不是救护车 但是你想 如果救护车专门负责运 危重病人这两天 接着跑的真的救护车来来回来跑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一片死寂 只有救护车来回跑的时候 多吓人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老人后来我们又出去了 大概过了几十分钟看到 黄色的果实袋装着他 开始把他运出去了 这是昨天在同济医院看到的信息 我刚才说人的心理压力确实很大 我这两天呼吸有点不太困 顺畅 胸口这有点疼 我不知道 我当然希望这指心理压力的问题 我有点腹泻 因为我平时也有腹泻的习惯 就是不是习惯吗 就是我肠胃不好 我又天天喝那么多牛奶 因为他的症状之一就是腹泻 症状之一就是你的肺有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每天戴五六个小时的口罩 所以呼吸困难导致我现在胸口疼 我昨天赶紧把我住的这个小旅店的位置发给了我几个要好的朋友 因为目前为止知道我住在哪的只有口罩哥一个人 而我跟口罩哥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这个人记不住人 你人记不住脸 好吧 这就是29号我所看到的信息 我还是那句话 我只说我看见的 我只说病人家属亲口讲给我听的 缺口罩 缺防护服 缺物资 最重要的是缺 检测盒 有检测盒没法确诊 就只能一次在家里隔离 有了检测盒还需要 还需要病床 有了病床还需要医生 你不能说一大排人在那躺着 没有医生 躺着有人用 还需要医生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 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今天就 就说这么多吧 本来今天我也应该出去采访的 我不是跟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 联系上了吗 我还说我可不可以去采访你 他说你不能派我 他还想采访我 行了行了行了 就这样吧 今天就先说到这 今天说的比较啰嗦 说了二十多分钟 先到这 我会努力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 司法局又给我打电话了 青岛公安局也给我打电话了 问我在哪呢 让我回去配合调查 我说我在武汉呢 你找武汉干啥去 你不知道我在武汉 你找我干啥 你找我配合你啥 你在武汉住在哪 我住在朋友家里 然后现在他们找我爸妈谈话去了 昨天前天找我爸妈谈话去了 我妈说我不比你担心他吗 我不希望我不比你更希望他回来吗 我只说 我是害怕 我前面是并不 我后边是中国的法律和行政力量 但是我会振作起来 只要我活在这个城市 我会继续做我的报道 我只说我看见的 我听见的 我特别喜欢说一些 撂得狠话 对吧 我今天把狠话撂着 妈逼我连死都不怕 我怕你共产党吗 不要 我黄湾 Tutaj 口 咱 Jadi